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划会 画廊这些也是跟艺术的商业有关 其实现在当代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潮流就是艺术走向商业化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春上龙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他直接把他的作品都变成用很商业化的形式去销售 那再早一点就是Andy Warhol 就是可以就是说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潮流 那你怎么看这个艺术商业化的这个问题 这个对于艺术来说 如果我们回到一个艺术史的这个背景来说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 艺术商业化不能轻松地谈好和不好 而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必然趋势 必然趋势 Andy Warhol的做法 他们的前提就是具备的这样一个市场和具备的在家一个市场当中所创造的推广方式 只不过他们拿过来做艺术推广 如果Andy Warhol有所了解的话 我们就发现其实Andy Warhol早来是学插图的 后来是做广告公司 做广告公司虽然能赚钱 但是好像搞不过一些当代艺术家 所以Andy Warhol去拜访博洛克 琼斯这些艺术家的时候 人家比到你做广告差都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么惨啊那时候 Andy Warhol才觉得 那凭什么我就也不能做当代艺术 你们去看看Andy Warhol早期经历 那他会不会是一个典型的设计佬最后变成艺术家 这个我们以后谈谈这个问题 其实Andy Warhol的早期插图和一些摄影拍的很精彩的 他也是广告出现 但是他能够转过来 我想这个广告这个经历都还是有很大作用 因为广告是推广嘛 推广就是传播嘛 前面说过的艺术是传播嘛 但是呢 说了这一步商业化是我们今天的说法 但其实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一般人爱好的美术史 或者我们一般通俗的美术史 都是往往谈的是把艺术描述成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价值表达的精神史 里面还包含了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这些成功表达到我们不同时代的不同精神高度的艺术家 他们也是天才 当然我说过的其实真正的艺术 他真的是一个天才的产物 所谓天才的产物就是他真的是发乎性情 真的是你一种可能来自本能的冲动或者欲求 而不能够事后被塑造 当然这个说法也要打个折扣 因为今天很目击也可以塑造 我只嘴这样说是提醒大家 其实在这样一部我们所熟悉的 因为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审美 不同的趣味和不同的精神表达的这么一部艺术史 只是整个艺术史的一部分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一部分 这另外一部分 也不能叫艺术商业史 因为商业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产物 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 其实还存在另外一部艺术史 就是艺术的经济史 因为如果没有经济的推动 还能想到艺术的发展 以西方我们所知道的传统艺术史为例 其实从这个层面上 从艺术的经济推动 和跟社会的关系的角度 西方艺术史可以分成几端 比如说在基督教时代 那是教会的历史 到了文艺复兴 那变成赞助人的历史 到了17世纪以法国国王或者国家力量崛起为代表 这就是保护人的时代 保护人的时代 因为法国国王是最大的保护人 那么作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私人画廊 这种自由市场的这种阶段的出现 是在什么时候呢 印象派时代 所以印象派时代 我们今天都知道它这个革命画派 那些著名的赫赫有名的大画家 但是我们忘了 能够支撑它们的 是刚刚兴起的自由画廊 这些画廊刚兴起的时候 他们面对的就是印象派 当然了 面对印象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画当时很便宜 不像我们刚刚说过的学员派 在热螺模 法国的那个劳勒斯 南桂无比 这也可以解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为什么美国各大博物馆 都有很精彩的印象派的原作 比如说大家有机会去 芝达哥美术学院博物馆 那是美国印象派受伤的重症 不仅美国有很重要的印象派的话 俄罗斯也有 马提斯几张重要的这种 比如说蓝色舞蹈 原作就在莫斯科博物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什么原因 是因为在19世纪商业画廊刚刚兴起 市场刚刚起来的时候 来欧洲寻宝的是什么人呢 是美国的爆发户 是俄罗斯的贵族 美国的企业家赚了钱了 俄罗斯的贵族们有钱了 跑到欧洲来淘艺素品 他们淘不起热螺模的 淘不起安格尔的 淘不起劳伦斯的 淘得起谁的 印象派的 大量的买回去了 没想到他就升值这么低 是吧 对对对 一直到了法国人都意识到 印象派是革命化派 再回头来 他们已经是藏不起了 所以法国政府的做法也很简单 以国家力量出面 比如说帮莫奈建 莫奈化人 帮他建博物馆 条件就是 卢浮宫要有莫奈的常列 承练使 对不对 毕举索也是这样 变成高教买回来 毕举索也是这样 到了五十年代 卢浮宫忽然意识到 我们没有毕举索的话 我们就不成体统了 毕举索的话已经很贵了 谈判咯 建博物馆咯 建计量馆咯 国家用这种方式来收购咯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每一个阶段的 绘画和艺术的发展 背后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力量 是吧 比较重要的经济力量 好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这个文艺复兴的三集 弥坎朗基罗 纳菲尔 达芬奇 其实他们领导的是一个工作室 在这方面能力最厉害的是纳菲尔 纳菲尔人见人爱 贵妇人的宠儿 教皇喜欢他 喜欢他不得了 他如果再长迷一点 说不准他还当教皇 他这个人他太会做人了 而且极其聪明 看了几下 米开朗基罗在西式厅天底画画的画 他回去画的壁画就明显的就有某种奇特的米开朗基罗的影子 而又完全不同于米开朗基罗 所以米开朗基罗看到 他看到纳菲尔的那个著名的那个几张壁画 他很生气啊 因为米开朗基罗发现是对手来的 米开朗基罗也很厉害啊 我们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 但是我们忘了他还是个伟大的工作 他领导一个伟大的工作坊 今天的公司领导一帮人 而且米开朗基罗做大理事生意做得很成功 他打造大理事 他有一个工程队 他打造大理事 而且米开朗基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工程师 他把那个躺了 据说有几百年的那个五米的那个大理事 雕成了著名的大卫 然后要把这个大卫安全的 没有一点损坏的 运到佛罗伦莎的市中心 怎么运 所有会运输这个雕塑的设计 工具都是他设计的 就成功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米开朗基罗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 最差的是达芬奇 达芬奇是个科学家 是个实验家 是个小龙飞飞的人 是个天才 结果呢 只有达芬奇总是不能按时交货 不能按时交货的雇主们就很着急了 花就花了晚餐花了这么多年花完了 而且他边画边做实验 不到十几年颜量就剥落了 至少由他的学生再花了一招 我们今天知道 这个画的细节就靠他学生这一招 而且到了最后 达芬奇接活就越来越不顺利了 是吧 所以他在佛罗伦沙印也待不下去了 但是我们的法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国王 菲利普国王 他是一个文艺复兴的狂热崇拜者 他把达芬奇接到了法国 刚才盖了别墅 晚年达芬奇受到贵族式的招呼 全部靠菲利普国王把他养起来 他为菲利普国王规划他的新的国都 他想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法国国王的时候 金城 不是在巴黎 达芬奇给他做策划了 你们可以看看达芬奇的历史 但是达芬奇已经晚年了 待了两年就死掉了 死在谁的怀里 菲利普亲王的怀 所以达芬奇为了感谢法国国王的恩欲 就把他随身携带的摩罗利沙送给了法国 他留在如富尔宫 意大利人没得抗议了 意大利人说这么伟大的艺术家意大利的 干嘛这么伟大的话跑到法国去了 法国人说是你们不要达芬奇的 这我们人次的国王把他收留下来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那个年代已经有完善的投标制度 达芬奇也好 达芬奇也好 米康当·金座也好 铜拉太龙也好 阿萨桥也好 桥托也好 他们的雇主是教堂 主教 教皇 米康当·金座跑到罗马去找教皇 就是为了结果 结果教皇不给他搞雕塑 让他画天庭画 他很生气啊 他要搞做雕塑啊 但是不话不行啊 他觉得不能够得罪教皇 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活来呢 果然达芬奇是对的 米康当·金座是对的 那个时候叫保护人制度 赞助人制度 弗洛伦沙美第奇家族 特别是诺伦佐 这个非常精彩的美第奇家族的这个同志者 他对艺术太了解了 其实弗洛伦沙的文艺复兴之所以如此发达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 跟那个劳等主要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很有意识地通过成熟的投票制度 让所有他认为优秀的艺术家都必须接到活 他绝对不会把活只给米康当·金座一个人干 只给达芬奇一个人干 这个同大太多一个人干 他要分散 凡是致命的艺术家 我都要必须让他有活干 因为我要留他的艺术品 所以佛罗伦沙的艺术就是这样繁荣起来的 这个叫赞助人制度 赞助人制度一直延伸到威尼斯 对不对 威尼斯提香 当时威尼斯在崛起的时候 那么作为商业的出现 艺术品作为商业的比较成熟的出现 是在17世纪的河南 就是Golden Age 黄金时代 为什么河南会成为黄金时代 因为河南商人当时全欧洲最有信用的 他不是靠军队 他是靠经商的信用来获得他的声誉 所以河南就崛起了新的商人阶层 是吧 然后就出现了河南画拍 比如说伦布朗 有一段时间有很长时间 西方各大博物馆都在争论伦布朗画的真假 有的话是伦布朗画的 有的话是伦布朗的徒弟画的 有的话是伦布朗的学生画的 真正不朽 比如说美国我没记错的话 西加哥美术馆的一张伦布朗的原作 荷兰伦布朗原作建立委员会认为 那个是假的 那个不是伦布朗画的 美国人很生气啊 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女的艺术史家 经过很多的调查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出来大家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这本书题目叫伦布朗的企业 这本书告诉我们听 其实当时伦布朗不仅是一个画家 他以他强有力的手段 其实建立的是一个伦布朗公司 这个伦布朗公司在有目的的 有步骤的在生产伦布朗的绘画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伦布朗时代的这种画 没有真假 都是公司的产品 知道吧 都是公司的产品 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 大家发现我们又有了一个 新的艺术史的一个角度 我们终于发现这个伦布朗 伦布朗的这个企业的重要性 而他这本书的结论就是 伦布朗是个企业主 他的公司叫伦布朗公司 大量的画是从伦布朗公司出来 由伦布朗把关 伦布朗强有力的把他风格退回到社会 所以他就有破产了 他画了叶群 坚持自己在叶群里面的这个信念 得救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 就是他就破产了 他就破产了 破产了不是公司概念 所以艺术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叙述的话 印象派时代也是私人画廊出现和成长的时代 私人画廊的最主要的对象就是印象派 布朗英语 颜章 基石 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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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